为了让克宇能够进入大众的视野 克委会推出了《浪漫占领计划》第三波 号召KOL以及民众骑乘近百辆共享机车 在街头上表达自己的浪漫诉求 另外克委会也跟着字体公司来合作 打造九款不同风格的克宇字体出现在城市街头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见客家文化的美好 喊出客家宣言 克委会号召多位知名KOL跟民众聚集知名百货广场 骑乘贴满客语文字的共享机车现身双北街头 克委会周末举办浪漫占领计划 期盼透过快赏活动让更多人能看见客家文字 今天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 我们从台北微风广场出发 骑着这个共享的机车 我已经想起1988年黄黄母语运动 它其实也是透过一个这样子的游行 那我们也希望在都市里头的客家族群 能够有机会看到更新颖的这个 我们客家文化内容的表现 客委会周回跟字体公司合作 打造九款我是浪漫分子的课语文字 透过贴纸在板桥火车站507街舞区 展现客家文字美感 让路过民众都能拿起手机自拍 说出自己的浪漫宣言 我们也特地跟这个自行合作 能够希望在这样子的客家文化内容表现上面 能够加入我们现代文化的元素 所以这次客委会找我参与这个活动 我就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 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客语这个语言 我觉得也是很棒 这次就是很刚好的这两个合作呢 就刚好都选了我朋友兴趣 然后也很喜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就觉得蛮棒的 帖友我是浪漫分子的共享机车 将持续到五月三十一号 客委会邀请民众多加利用 让客语融入日常生活 浪漫占领城市风景 记者似乎报道